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百九十九回 这个时候啊 韩里神色一动 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似乎对这个建议有些动心了 鲁长老见此急忙趁热打铁 哎道友的寿源还那么多 这以后有的是时间寻找灵丹嘛 相比之下 倒是古堡对如今的道友好像更重要一些呀 毕竟道友以后经历的争斗知识肯定会有许多 呃现在多出一件古宝 说不定就能在以后救的道友一命啊 鲁长老啊 为了说服着韩里放弃灵丹 也算是苦口活心了 韩里这个时候不离轻笑起来 看来 韩某若不放弃这些灵丹 还真不好分配这些宝物了 嗯 好吧 看在两位道友如此成心的份上 在下可以答应不要这两粒古灵丹 韩某也无须挑走两件古宝 除了这面镜子之外 将这个玉盒中的炼宝之法和这些灵料给我就可以了 在下对炼器可一向是颇感兴趣的 韩里伸手往地上虚空一抓 那面紫色镜子凭空飞射到了手中 不慌不忙地说道 没问题 就依韩兄所言吧 南龙侯二人先是一呆 但略交换眼色之后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们虽然对韩历不拿古宝 而要这些东西有些疑惑 但现在为了古灵丹 这些事情也懒得再细琢磨了 韩历听到两人的答复 神色如常地点了一下头 手中光滑一闪 紫色古镜不见了踪影 随后大秀又向地上的那些材料和玉盒轻轻地一扶 一片青霞闪过之后 在一大堆材料和玉盒同时地不见了踪影 见到韩历这个举动 南龙侯和老者 也不客气地一人将一只药瓶 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处带中 然后三个人的目光自然就落在了剩下的两件古宝上 如今是两件宝物三个人可的确有些不好分了 就在南龙侯两个人有些迟疑之际 韩历眨眨眨眨眼睛突然轻笑起来 这样吧 我呢也不缺什么古宝 两位道友身上若是带了足够多的零食 那么这两件古宝两位道友尽管拿去 只要付我等价的零食就可以了 哎呀 这这韩道友如此谦让 我二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零食呢 老夫倒是带了许多呀 鲁长老听了这话 当即露出喜色 一口答应了下来 毕竟古宝这东西 在天南修仙界根本是有价无事啊 南龙侯本身呢 更是缺乏古宝 自然也是满脸是笑的 同意了韩历的建议 于是在这二人 勉强将身上零食搜刮的差不多的时候 总算凑足了够多的数量 交给了韩历 如此一来 双方倒也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韩历看到南龙侯二人 将剩余的两件古宝收起 就仿佛漫不经心的随手一招 将那被南龙侯丢至一旁的青蚕袍 吸到手上 然后大摇大摆的收了起来 南龙侯二人见此虽然一愣 但是 韩历刚将两件古宝让给了他们 他们倒也不好就此小事 再说些什么 此袍虽然稀有 但实际用途却并不太大 也就任由韩历捡起了此袍 三人瓜分完了宝物之后 仍有些贪心的将熔岩湖旁边的灵草也摘了去 一人都分到了树株 这些灵草能在此地生存 自然不是普通之物 是一种活属性的灵草 叫金阳枝 是炼制活属性灵丹的顶阶材料 既然拿到了宝物 韩某就不准备继续待在内谷了 打算呢 就此按原路返回 直接回到外谷去 两位道友不如一起回去吧 韩历不慌不忙的先说道 韩道友 莫说笑了 我和鲁兄好不容易进入内谷 怎么会就这样回去的 哎 倒是韩兄为什么这么着急的想出谷啊 哦 没什么 只是韩某已经有所收获 就不打算再冒风险了 以后修仙之路还长着呢 在下可没有兴趣 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多待下去啊 哈哈哈哈 想不到韩道友还深知宝深之道 可惜我二人不能和道友一路漏 韩道友可以独自掀出谷去 独自走 可在下若是将两衣环带走了 两位道友如何应付通道中的北极圆光啊 杭力脸上露出一丝古怪 这一点嘛 我二人哪 其实呢 早就 哎 考虑好了 韩兄尽管放心 那苍昆上人在内谷那呀 早就寻到了一处传送阵 可以直接传回外谷去 不过到那里啊 略有一些路程 还不如由原路返回的快 那否则本侯就直接告诉道友了 杭力不禁一愣 但随即神色如常点了点头 哦 是这样啊 那韩某就此和两位道友告辞 希望两位还能大有收获呀 多谢韩道友其言啊 南龙侯和鲁道长一看 韩力真的告辞离去 连忙 心中惊喜的说道 韩力微微一笑 最后若无其事的 瞅了那句晶莹的骨骸一眼 人呢 就化为了一道青红 想出口 飞舍而去 转眼之间 就不见了踪影 原本那一直笑眯眯的老者 一见 韩力所画的洞光出了此地 脸上的笑容一脸消退 而南龙侯却面无表情的一拍腰间的灵兽带 树枝金黄小鸟从袋中飞射而出 正是他训养的灵群千里梨 大秀冲着出口出一幅 几只千里梨呢 化为了几团金光 机翼射飞出 同时飞入了通道中 一闪不见了 然后南龙侯轻轻的 闭上了双目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 鲁长老见此 眉梢微微一条 就平静的待在一旁 一语不发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南龙侯眼皮轻轻动了一下 然后缓缓的睁开了双目 好了 那个人呢 的确他已经走了 最起码不在这附近 我已经搜查了这方言实力的地方 并没有他的踪迹 你不是说过 这个人的神识非常强大 会不会用隐匿之法 瞒过了你的搜查呀 放心吧 他若是真隐匿在附近 没走的话 绝没有办法 瞒过本人的 至于其中的原因 本侯就不像鲁兄戏说了 这南龙侯一摸下巴 还露出了一丝诡异的模样 看到南龙侯如此自信的样子 这陆长老有些将信将疑 不过他略意思量之下 还是两手一掐掘 向四周打出了几道法掘去 一层白的小型的隔音罩 出现在了四周 将他们完全罩在里边 小心些 总是没错的 这位韩导友的底细 我们可一直都没有办法 看透分毫啊 明明修为不高吧 但给我的感觉 却是高深莫测 他最后看了一眼骨骸 不知是否 看出什么蹊跷了 陆长老不止完了隔音照 才放心的说道 陆兄啊 我说你可真有意思 你真是太多心了 韩丽这小子虽然神通不小 但怎么会知道骨骸的秘密呢 不管是不是真的看出异常 但他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是真的 也许啊 他觉得自己的神通足够了 足够他一个人也能在内骨中探宝吧 好了好了 只要这小子呀 不来妨碍我们 管他是真出骨还是假出骨呢 我们只提高一下警惕就是了 哎 倒是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抓紧行动吧 照苍坤上人遗书上所说 这些骨修的骨骸正是那破除那扇雪咒之门的钥匙 此门竟然用如此厉害的禁制封印住 可见那里面的东西非同小可呀 上古时期 雪咒之门一般都是用在存放重宝的地方 这具骨修遗骸变成了透明之色 正是施展过此咒的标志 当年 苍坤上人知难而退 正好便宜了我等啊 不错 相比雪咒之门后面的重宝 我们现在得到的宝物应该不值一提啊 鲁兄说的有道理啊 我们呀 也赶紧出发吧 本侯对雪咒之门后面的东西也是非常期待啊 要不是当年苍坤上人 凑巧在雪咒之门附近又发现了这具骨修遗骸 我们可拿那门是毫无办法的 不久之后 从飓风下的山洞中飞射出了两道洞光 越过了飓风 直奔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而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个时候啊 韩力没有留在附近 早就飞在了往回而返的路上 如今已是百里之外 而且韩力脑中 银月正问着什么 主人 你真的就此离开了 那两个人分明有什么事瞒着主人 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 多半牵扯到其他宝物吧 虽然说我也有一些动心 但是啊 我现在更关心的还是灵主果的事情 除了此物 谷中还有什么宝物对我更有用处 已经落后鬼灵门如此长的时间 不管南龙后二人有什么图谋 我都不想再插手了 是这样啊 相比灵主果 这坠魔谷的确没有其他对主人价值更大的宝物了 不过主人最后突然拿起的那件青残袍 到底是何用意啊 奴婢并没有觉得主人真是贪图此物 这件事啊 也可以算是那两个老家伙有眼无珠啊 主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杭力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默然一身手往楚带中一拍 青色灵光一闪啊 那件青残袍就出现在了杭力的手中 呲啦啦一声 杭力两手如钩 竟将青残袍沿着一边角轻易的撕了开来 嗯 音乐一见 力感惊诧呀 因为杭力啊 从这青袍的夹缝中 竟然取出了一小块飞步飞涓的东西 上面竟用最原水的方法 用碳笔勾出一些粗粗细细的简露线条 杭力将破损的青袍一收 单手拿的那块薄薄柔软的东西 眼睛微眯的细看了起来 这是一块地图 而且好像是坠魔谷的地图 杭力没有言语 但是盯着地图上某个显眼的粗大标记 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 其实不用这音乐出声提醒 杭力也看出了地图的大概的轮廓 的确和坠魔谷的地形是一模一样 但是此图其余地方画的粗糙至极 唯有在做出标记之处 变得详细起来 不但画出了标记的所处的内谷的地段 而且连附近的地势都标注的清清楚楚 杭力稍一计算标记所在和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相距非常之远 并且还不知道图中会遇到何种期限 杭力略微沉吟了一下 就摇摇头将图收了起来 明知此图标记之处肯定包含什么重大秘密 但在没有搞定灵主果的事情前 杭力是不打算再另起什么事端 最后是否还取于汉 自然要等灵主果到手后再说了 银月似乎猜出了杭力的想法 并没有开口再说什么 导致杭力又一分手将新的那个玉盒取出 顺手塞进了背后的竹筒内 淡然的对大眼神君说 这七燕扇所需材料有不少早已灭绝 或者根本难以寻到 但以前辈的天纵之才 说不定可以找到替代之物的 若是能在如今的修仙界 真能仿制出通灵之宝出来 晚辈对前辈是真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哼 哎哟 小子 你当老夫是白痴不成啊 我虽然对通灵之宝很感兴趣 但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替你研究炼制之法 难道就因为你一句轻飘飘的佩服的话 大眼神君沉默了一会儿 冷笑地回答 通灵之宝 哪是那么好仿制的呀 阁下的天纵之才 虽然是韩某平生所见的很少的人 但是晚辈其实并没有多少信心 不过若是前辈真的能做到此事 在下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答应前辈任何一个要求作为报酬 前辈意下如何呀 韩力并未露出异色反而冷静地说 听到韩力此言 大眼神君又沉默了片刻 然后才冷哼一声自傲地说道 通天灵宝 老夫早年在一处古修遗址得到过一些材料 才知道此种逆天宝物存在 对这些连上古修士都敬畏异常的宝物 老夫自然很好奇呀 从此就多加留意此种宝物 可惜有关通天灵宝的信息实在是少得很啊 一直都没有什么收获 如今老夫变成这样 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甚至还有区区十几年的时间就昏飞魄散 倒也不想让自己留有遗憾而去 所以啊 明知你使用的是激将之法 老夫也接受了 况且只不过是找寻一些替代的材料 也又不是什么重新炼制通灵之宝的方法 这又何难呢 到时候别忘答应我一个要求就是了 好 那咱们可就如此说定了 杭力撒人一笑笑眯眯的说定了此事 有如此一个连大眼角都能创立出来的奇人 在此 杭力自然是不会浪费资源的 他手中虽然已经有了虚天鼎这件通天的灵宝 但离打开使用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呢 像通天灵宝这种逆天级的宝物 自然是越多越好 接下来大眼神君声音全无 估计已经在打开玉盒 在研究其中的炼制之法了 杭力呢 则周身灵光更盛 速度顿时快的几分 向前顿去 这个时候的南龙侯和鲁长老 却走在一处陌生的地下通道中 此处漆黑无比 四处潮湿 以他们两人的修为 也只能看到树杖内的东西 南龙兄 真想不到 在这种遍布容颜的地方 竟然还有如此阴朝的地方 我对那雪咒之门的事情 如今倒有了七八分相信的 鲁长老啊 跟在南龙侯身后杖许处走着 鲁兄原来是一直将信将疑啊 导游也知道 有关雪咒之门的事情 就是当初本侯和那姓云的贼子 一起找到苍昆上人遗体的时候 都没有提及此事啊 否则 鬼灵门的人 绝不会放过此地的雪咒之门 可是本侯先人代代口传的密室 南龙侯微然一笑 不过 若非开启雪咒之门 需要两名原因修饰 南龙兄 恐怕也未必会拉上鲁某吧 啊 哈哈哈哈 鲁长老眼珠一转 忽然一笑 鲁兄 说笑了 我和道友相交这么多年 有这等好处 自然要叫上鲁兄了 是不是 要不然 你说 我怎么一直将此事瞒着那姓韩的小子呢 南龙侯打了个哈哈 含糊地应付了过去 好 那鲁某可就多谢南龙兄的美意咯 鲁长老略微试探之后 马上知趣的再不提此事了 在这种只有两个人探饱的情况下 稍微点醒一下对方 就好让南龙侯知道 他对其存有一定的戒备 可别中途做出什么过河拆桥的事情 他可不想糊里糊涂的 在这种地方和对方撕破了脸皮 然后再大战一场 南龙侯是什么样的人呢 那长了毛就是猴啊 他同样知道老者的用意 表面上神色如常 但是在黑夜中 他的心中却在冷笑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五百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